2003年在內蒙古的土耳基山 有一群挖礦的工人 我們就知道挖礦 就是一直往下挖 對啊 主要是採礦 結果工人有一天挖挖挖挖 哭的一聲 工人覺得怪怪的 挖到了這一片石壁 跟旁邊的材質有點不太相同 而且這整個稍微把它清理以後 發現的這個石壁上面 有一些奇怪的圖 圖形的符號 這個我想說工人他拿清楚 但是他只知道一件事 這個石壁應該是有人故意弄上去了 既然有人故意弄在下面 而且是挖進去的 那表示之前人就在這地方 開挖過了 而且表示那後面應該有點血跡 這個工人不敢亂講 就後來找了考古學家 這挖進去之後 真的發現到了一個石壁 打開之後 你看看上面整個傻眼 鳳凰 沒錯 怎麼會鳳凰在裡面 因為他們發現了一個 古墓的門的時候 那上面有個通鎖 把它給敲開之後一打開 結果呢 就看到畫面上面的這個鳳凰 說真的 這個應該是個古墓 沒有問題 但什麼樣的人 可以配得上鳳凰呢 那當然是皇室的人 皇室的人對不對 旁邊在一找 有找到一個銀河 銀河上面有金子做的龍 那就是一定是皇室才會有龍 又有龍又有鳳對不對 大家會覺得說 這個應該是很厲害了 重點是你知道嗎 他們在旁邊找到一個流金馬鞍 流金馬鞍的意思就是 那是渡金的 但問題是馬鞍上面的 也有鳳凰的圖案 大家也想說這個應該 這個木的主人 應該非富即貴 沒有問題了 就像你剛剛講的 應該是個皇室的人 但問題是 當他們在這樣找的時候 也發現一個怪怪的地方 什麼地方 當時找了這個考古隊來的時候 考古隊做了一個決定 我們也不認得泰文斯 我們也不得上這徒刑 沒關係 把石壁整個挖下來 送到北京去 那有專家懂 那北京專家呢 好 北京專家這時候解答 我跟你講 你現在挖下來 這個石壁上面那些圖騰 那個是有學問 那是700多年前那個契丹 他們說實用 真的 契丹的文字 再加上這個 很多人就想說 你有沒有看 現在在開關 是 因為搞不清楚是誰 最後就決定好不好 開關驗師就好了 我們開關驗草 你知道嗎 這個關一打開之後 首先發現到關部上 又有龍 又有風 有整治屍體 應該沒有問題了吧 沒問題 可是他們發現到一個 很驚悚的事情 關中確實躺著一個女屍 但是這個女屍上面被蓋著黑布 把這個黑布給掀開之後 她的臉的那個皮膚是黑色的 甚至你骨頭都發黑 那就怪了 以前暫造我們以前的概念 中毒身亡 發黑應該是中毒身亡 沒錯 應該是被下毒的 結果是不是 結果你知道嗎 這個考古隊 他們要剝開那個衣服的時候 居然從衣服那個地方 發現了一滴的水銀 水銀有劇毒 沒錯 所以是不是讓人家 很快 嚇唬殺了他 那就絕對沒錯了 那很簡單 再化驗 取下這個女屍的頭髮 跟她這個骨骼這些東西 送去化驗的時候 我跟你講也很乖 結果是什麼 頭髮的水銀含量 居然比骨頭的水銀含量高三倍 頭髮比骨頭還高 不太對嗎 這就代表什麼 如果你是被餵毒的話 餵毒馬上毒發身亡 那個水銀怎麼會進到頭髮 要進也是進到骨頭裡面去 那就中間就回來了 他們研判了 很有可能這個水銀 不是拿來毒死他的 是要做防腐的作用 難不成他泡在水銀裡面 是給他泡在水銀裡面的 所以頭髮才會失收 而且這個女士事實上 她還帶了一個黃金的 這個黃罐你知道嗎 用金子所做的 那上面也都有雕龍雕鳳 我們講到這裡 大家就覺得說 那他應該真的是非富即貴 但問題是 怎麼會有黑色的骨頭跑出來 你這個到現在都沒人知道 重點是先搞清楚他的身分 有人就揣測了 我告訴你 我們在他大腿那個地方 找到一個 劉金的那個鈴鐺 劉金鈴鐺 金鈴鐺 旁邊還有幾根辮子 好 有學者就出來講了 他說我告訴你 這個鈴鐺就 以前西丹人他們信奉薩滿教 薩滿教有巫師 巫師隨身就會帶鈴鐺跟鞭子 那你意思說 帶鈴鐺 帶鞭子 難不成這是巫師 有人說可能就是個巫師了 你知道嗎 但問題來了 巫師你可以拿龍 拿鳳嗎 不可能 不可能吧 結果有人又開始揣測 如果不是巫師的話 看到這些有錢 這些很昂貴的東西 有沒有可能是契丹的公主 以前史書上曾經寫過 有個阿寶基公主 年紀輕輕 三十幾歲就死掉了 有人提出這個疑問 所以有可能是阿寶基 我剛剛不是講說 把這個骨頭頭髮都拿去化驗嗎 對 現代科技可以化驗出來 就是包含她的年紀都出來 這一看 年紀差不多符合 30到35歲左右這個女師 那個年紀過失的 有沒有可能是阿寶基呢 你有沒有注意到 他們現在在化一個東西 其實就是杯子 沒錯 根據史書的記載 就是這個阿寶基公主 她其實是一直後來結婚之後 一直想要求子式 可是沒有兒子你知道嗎 結果他們這個考古隊 在旁邊的這個墓室裡面 找到了一對杯子 杯子上面還真的有一個 求子的那樣一個圖案 那就是差不多了 而且史書上講說 阿寶基公主是因為生病而死 化驗整個骨骸的結果 發現到她有脊椎上面的問題 好像也很符合 但重點是什麼 因為沒有墓制定 只知道這個人 他的身分很尊貴 但他真實的身分是什麼 考古學家還在努力的尋找